师兄砍球 战争不能决定谁对谁错 只能决定谁倒下谁站着 球们好 我是爱与客蔡师兄 欢迎收看师兄砍球 2010年雾春之初 天朗气清 汇丰合唱 英格兰博明汉迎来了第100届全英公开赛 篮丹半决赛21岁的田儿嫌疑 对阵27岁的鲍春来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局双方的较量 第一局0比0 一开局田儿抓推杀球加挡网 打回往前 接着推条拉开 小豹反杀最右腰得分 有些资料介绍小豹的球封 力量不足 师兄观察 重杀还是可以的 没有那么软 只是他的性格和打法 重杀使用的并不多 第一局0比1 开局斗网 小豹上风 田儿起球 小豹杀加错 田儿回错 这球拱网而下 接着前场重扣得分 前半段小豹占优 一刹是典型的半发力加连贯 接下来斗网 田儿有点运气 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球员 对近网控制是有直练的 第一局1比1 一开局田儿抓推 打得很快 小豹转对角 接着强网快推过顶球 节奏上一步步带走田儿 这是小豹的特点 利用球路和节奏去限制对手 一步一步积累优势 直到优势转化为胜死 低局1比4 小豹偷发开局 田儿掉球逐渐打回往前 接着小豹快推过顶 田抛高 小豹批杀对角得分 这排杀球也是小豹的特点 一方面有身高优势 拉点高 同时在发力中带批 导致杀球落点非常深 接近中场区域 低局1比5 仍然是偷发开局 小豹结合挡网加推球 大角度拉开田 跟随中田儿抓推突击有所提速 回到拉开 田儿试图通过低手的变化 照住小豹 小豹很稳 连续调球摆脱 田儿再次寻求低手变化 出球偏慢 小豹抓勾快推得分 这是全场的第一个多拍 一上来 小豹就利用发球的变化 带领节奏 田儿则是通过一拍杀球 逐渐夺回节奏 相似中又不断的利用低手变化 试图打乱小豹的节奏 变化是有了但速度偏慢 被小豹抓住破阵 反击得分 低局2比6 开局斗网田儿占优 小豹高挑 这球非常到位 田儿选择过度 调加挑 接下来 小豹突击对角 田儿挡远网 抓推反击 杀球出界 知识点一 面对高质量进网球 如何破解 两个字 高挑 知识点二 经典的防反套路 第一步接杀回远网 第二步小并步调整收回重心 第三步完成转体加右脚起跳杀球 田儿节奏非常好 正好对上了小豹来球 可惜发力过狠 杀球出界 低局3比8 发接发 田儿控进网抢攻 杀加推 小豹打回中路 接着拉开 田儿跟随降速 调加放 小豹回放失误 知识点 什么是加速 在师兄的分类里有两种加速 一种是不同技术之间的切换 比如杀球 相对于高眼球或吊球是加速的 一种是同类技术类型上的切换 比如强挑 相对于一般节奏的挑球是加速的 注意 这里的加速 不完全指挑球的出球速度 而是包含挑球的出球时机 击球点高低 什么是加质量 在师兄的分类里除开速度以外的标准 都可以看作加质量 比如推球弧度上的过点 抽球落点靠边 戳球贴网 都可以看作是在加质量 回到这个回合 开局田儿控网 速度一般 但质量很高 接着中刹 速度加起来了 但落点一般 接下来拉开之后 虽然有所降速 却是一个降速度加质量的过程 往前很贴网 导致小豹失误 D局5比8 发街发田儿抓推 被打回中路 接着田儿拉开 小豹轻杀连贯 田儿挡对角失误 师兄感兴趣的是 田儿这个接杀动作 并不常见 有点波带的感觉 田儿是一个喜欢 独立思考的球员 经常在传统的动作上玩出新意 这是其与其他球员不同的地方 D局无比竟 相持终 双方逐渐打回往前 田儿抢戳 加二连杀 解决战斗 这个戳球是一个加速的处理 拿点高带有弧度 过往击坠 最后的杀球除了追求加速 还融入了一个二杀变现的小思路 D局7比10发街发斗王 小豹抓田儿回放铺球得分 很典型的一个抓回放的小套路 揭发前 小豹 左脚在后 偏保护后场 揭发瞬间 左脚前 偏压迫往前 接着收重心 继续保持左脚前 意味着保持压迫往前 田儿也是胆子大 继续回放 小豹踩左脚加跳步 完成扑压 D局7比11 一开局 田儿率先拉开 带节奏 相持中抓推条提速 小豹防得很好 接杀转大对角 又回到拉掉相持 节奏逐渐回到小豹一边 最终小豹抓过度 回放失误 这又是一个多拍回合 一旦能形成多拍的对抗 就意味着双方进行稳定性的比拼 这里的稳定性可以拆解为 步伐的稳定性 手法的稳定性 以及心理的稳定性 D局8比11 一开局小豹推放结合 快速拉扯田儿 田儿试图抛高摆脱 这场比赛 小豹的推球 是限制田儿的一大力气 田儿不起球 继续前后六里 田儿起球一拍拍死你 D局8比12 小豹偷发开局 田儿反应很快 杀边线得分 前面说了 杀球属于加速 杀边线是加质量 田儿这种杀边线的球属于最好的情况 既有速度又有质量 D局9比13 一开局 田儿结合推压和抽压 把节奏带得很快 小豹毫不示弱 抓推突击 以快打快 杀加抽杀 接下来回到对拉节奏 田儿先杀 杀加推 接着二杀 杀加推挑 小豹吊打结合 杀加推 田儿倒地 一路跌跌撞撞 勉强跟随 小豹三杀出界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回合 整个回合节奏非常快 双方拉掉并不多 基本上以对攻为主 场面上小豹是略微占优的 最终还是败在了稳定性上 最后一杀 脚步已经到位了 杀球动作也非常完整 这属于主动失误 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问题 要求落点质量过高 低局10比15 田儿揭发 滑拍推对角 加半场南沙得分 我们知道田儿在学陶飞克 其实很多技术上也有盖德的引证 低局11比15 揭发 小豹抢放 田儿高挑 这球要出不出 小豹一捞滚网而下 田儿没有放弃 也是一捞 回出一个滚网 这球不是剩在技术 是剩在专注面对对手的运气球 田儿没有放弃 还回了一个运气球 低局12比16 一开局小豹推架勾拉扯田儿 接着杀上网连贯 扑球解决战斗 很典型的拉掉突击 先是利用对角球路限制对手 逼迫对手起球后 杀球并不重 但连贯很快 抢出往前高点后一击置底 低局12比17 一开局双方先拉开后斗网 小豹略战先手 杀家推田儿随性一捞 不知怎么就来了个对角 这就是前面师兄说的 田儿在技术动作上经常玩出点心花样 这个动作很像之前那个接杀拨带对角 比一般的过渡对角更加隐蔽 更加突然 低局14比17 揭发小豹一推一放 成功逼迫田儿起球 接着杀上网扑压得风 再次印证 小豹力量不弱 关键是能不能找到自己舒服的节奏 打出这种抢弓 低局15比18 发揭发田儿抢放 接着杀家错 小豹反推过紧球 田儿降点却没有降速 突然抽杀直线得风 正常的提速看起来很猛 小豹并不怕 怕的就是这种 不知道他要怎么打 看起来降点要打过渡球 却突然发力冲一拍 低局16比18 一开局田儿抓推强攻 杀家等远往 接着二杀杀家错 小豹挑球失误 这球有逃肥的味道了 杀不死你没关系 还有一拍戳球收拾你 这种戳球的精髓 就是出球幅度的最高点 一定是留在自己的半场 低局17比19 一开局双方斗网 田儿强挑过顶球 小豹耐心跟随 双方回到拉掉的节奏 田儿轻煞 杀家推 小豹依旧跟随 田儿反复控底线 试图限制小豹转身 小豹很稳 拉掉中 田儿加入抽压的节奏 场上节奏快了起来 球逐渐回到往前 小豹占优 田儿起球 小豹轻杀连贯 田儿手感非常好 插网而过 换做小豹起球 田儿高高跃起 假杀真调破局 这是低局最精彩的一个多拍 论技术的全面性 小豹游在田儿之上 同时具备身高必长的优势 防守面积非常大 正常节奏下 小豹绝不输田儿 田儿的球给师兄 最大的感觉是不确定性 用当下流行的话说 就是划船不用讲 球风自带浪 天马行空间 总让人捉摸不透 这是田儿能忽悠小豹的关键 低局18比19 小豹揭发控网 抓退抽杀加挡对角 田儿挑球失误 很明显 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小豹选择了先提速 增加出球的逼迫感 田儿师兄还是想玩变化 低手用了一个带停顿的挑后场 可惜玩拖了 低局18比20 局点 一开局 田儿挡圆网抓推 轻杀连贯 双方大回往前 小豹盯得很紧 抢戳钓鱼球 拿下手局 只要能给小豹发挥的空间 就能展现出细力的技术 扎实的基本功 这是中国球员的一贯特点 有惊无险 小豹拿下手局 这场比赛很长 分上下篇解说 下一期我们来看看 田儿师兄是怎么翻盘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送给喜欢田儿和小豹的球友 虽然他俩都退役了 但经典值得回味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你记忆中的田儿师兄和豹春奶